明珍 喂喂喂 喂 你在干嘛 我刚刚又看了你比赛的视频了 真棒 对啊 刚某房过来 来公司过来面试 那他表现怎么样 肯定非常出色啊 那就好 我这些还担心他呢 你放心好了 有空啊 我会过去多看看他 算了 你还是别去看他了 为什么呀 你想他一个大男生 而且你是面上的老板 大家都会以为他是女后女进去的 有那么一点道理呢 不好意思 你好 请问你也住在这儿吗 那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方笑愚的人 方笑愚啊 他住在四楼左边那户 谢谢 喂 一个中国女孩来找方笑愚的 是不是她又欠了什么情债啊 对了 她最近 有没有骚扰你啊 你放心好了 我躲得远远的呢 真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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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好 走 你死我了 不让松开 好 走 她进来说 莫菲 你干吗呢 我看到方笑愈 跟一个长得特别清秀女生抱在一起 真的 我也要看一下 我叔 你别看了 马上都要交作业了 你要是作业交不上的话 小心安德里差点麻烦 最后 好不好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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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高雪莲也介绍了我们的设计方案 而这一次的发布会呢 对于我们明远来讲 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将是我们面对世界的 一张新名片 SLC的米亚有回来吗 是啊 他们对咱们的绣馆 还有咱们的飞翼文化 非常的感兴趣 这是个好消息啊 看来我们做绣馆 做工艺 这行家都是知道的 另外也说明 他们还是真的考虑 这收购的事情了 是不是啊 老夏 这次要来这么多同行 咱们明远可不能丢人啊 雪凌 设计部 要走在前面啊 我会的 负责好啊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次 我们会加入一位 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她的名字叫程耀 这一次呢 由她来配合雪凌 完成这次发布会 明 明轩这 这什么意思 怎么会有一个新人来 怎么是配合 你说清楚一点 她说你别误会啊 程杨她只是单一负责 宋唐这一个品牌的设计 整体的把供 还是由夏总监来负责 大家可能对程杨不太了解 她是我这一次从法国 扒回来的设计师 她刚刚拿了LVMH的青年设计师大奖 非常的优秀 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她 这程杨啊 我知道的 咱们宋唐这边能利用一些年轻的人 我觉得是个好事 是吧 历练历练嘛 将来啊 都可以独到一面 不好意思 雪凌啊 对于总经理提出的这个人事安排 设计部有没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意见 老夏 还有什么意见吗 董事长决定的嘛 我没意见 好 那今天先散会 你说 你说唐家这父子俩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想扶持宋唐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你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他们想扶持宋唐 我也没说什么呀 对不对 但是丫头我就是为你布置 你说在宋唐这个项目上 你付出了多少 怎么突然就来了一个新人设计师 这明显就要这样顶替你 你不明白吗 不是 爸 你误会了 宋唐的设计交给程阳 明轩是事先跟我说了的 我也是同意的 你同意啊 你脑子想什么呢 丫头 这么着 这么大的事情 你起码跟爸爸商量一下 你 我是觉得 宋唐的设计 本来我一个人负责就很吃力了 现在我工作能少一点 不是更轻松吗 我的傻丫头 你想过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 你之前在宋唐这个项目上 所有付出的心血 做的工作 就等于完全给那个新人设计师做嫁衣 我怕你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 你上次连着箱子出去待那两天 你恐怕自己都忘了 人家父子俩记在心里边 他们这么做就是想告诉你 告诉我 对吧 宋唐这个项目 没有你夏雪凌一样赚 爸 真不是你说的这样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 你喝点水一下 这不明显打击报复吗 这小人之心 行 我不说了 丫头 就当爸爸今天跟你所有说的话 都没有听过 好吧 要不要管了 所有后面的事情 我来办